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最新一期的Version Z 更新版本 5.8.0 它的正式更新公告出来了 11月16日早上8点到下午4点 我们海外的时间 然后这边的话大家就注意一下吧 然后这一次5.8.0的更新方面 之前有稍微跟大家介绍啦 就是在Omatsu Sang的影片那一边 基本上是没有Extra的内容啦 就是这个Buster Mode 最新的这个模式 然后可以获得哪个BGM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Collection Room 也就是我们可以获得自定义的这个BGM 在游戏内 看它的这个显示画面啦 是可以给关卡 关卡方面设置 在队伍这边做设定 可能每一支队伍 不一样的队伍给不一样的setting 这样子 或者就是主界面上面会有setting 它应该是在 看它显示的那个位置 是在这一个格子的下面这边 到时候会多一个选项上来啦 嗯 那么这一次主要嘛就是 应该说不是特别来讲这一些啦 而是来说一说啦 因为之前是有朋友喔 有观众那边留言就有写说 讲说 诶 竟然都有主动计啊 必杀动画的排名 要不如做一做我的这个BGM排名 嗯 那个的话其实有一点小麻烦 这边的话我就想说 趁着这一次官方做了一个自定义的这个BGM方面 我们来稍微聊一聊啦 嗯 要说BGM方面的话 老实说 第一瞬间啦 你问我喜欢什么的话啦 我一定会跟你说这个 2021年的这个 悟空比克 之属悟空比克 我个人是非常爱 也就是线下正在放着的这个BGM啦 超级无敌的好听 嗯 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特别喜欢这个感觉 它完全就是带的很很对位啊 这个真的是很对我胃口啊 如果真的是要排名的话 或许 嗯 我会给它第一名啦 因为就是基本上就是 当人家问你的时候 BGM第一喜欢Doken Battle里面的时候 第一印象啦 直接就是悟空比克一定会跑出来 每一次 哎 不管就是在在听了多么多的那个BGM之后啦 或者过了多久没听啦 第一印象就是悟空比克啦 我是觉得非常非常棒的一首BGM啦 个人也很爱 然后再来嘛 就是 素数的巴达克 它变身的这一个BGM 也就是现在正在听的这个 我不知道这么多咧 它的这个昂度啊 激软度非常非常的足够啊 嗯 特别特别的爽 而且就是配合它的那一个 主动剂所发出来的那个画面啊 语音啊这些 哦 那个真的是 个人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我不知道怎么办 很爽很爽 嗯 然后再来嘛 就是这一个啦 嗯 超市的这个 超市双人 超市双 好 今年七周年两个大奖的BGM 我个人都觉得还蛮不错的 只不过这一边这一个啦 我会偶尔拿出来重复停啦 因为我们单单可能停一遍两遍还OK 有时候听到太多遍的话 某些BGM会觉得很疲劳啊 嗯 会疲劳 可是这个的话其实是OK的 诶 诶 超市Gogita的主动剂这一个 哇 真的是啦 开战啦 尤其是在我们当初它的B3动画一出来的时候 主动剂那个音乐一下来 哇 整个就是 怎么说 画面 音音 BGM 我觉得是完整的一个set啦 就很棒 超级很棒 然后七周年另一张红神双人 也不能说不好听还是怎么个样子 就是在个人的软度来说 诶 我反而会比较喜欢这个 Ultra Big Bambu Kamehameha 哇 这个真的是爽 然后尤其是炸裂过后 那个声音继续流下来 哇 很爽 这边是前面三个嘛 然后再来的话 其实这边其实也没有说到一定有排名 只是讲按照我的印象这样子慢慢顺下来 没有 基本上没有太过分先后啦 要说第一的话 唯有就是我的这个悟空逼克啦 剩下的下面都是印象深刻吧 就是觉得好听 诶 个人会偶尔会拿出来这样子 诶 诶 再来的话 这一张我觉得 没有人会觉得他的BGM不好听吧 以那个 那个单单为 一些的旋律拿来组凑成出来的 这个 去年2021年黄金周小悟空的那个主动机BGM 真的是 但是 那个一出来啦 真的是很惊艳啊 主要惊艳点就是 他的 一下来的旋律 然后 有那个GT的主题曲的那种感觉 登登登登登登 这样子 哦 现在正在放着 大家可以这样子稍微回味一下 诶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一下 嗯 个人 个人这样子听啦 偶尔拿出来这样配合 配着可能一边听一边做的事情 还蛮爽的 很舒服一下 嗯 因为就 情怀感 拉到满 哈哈 真的是拉到满 好爽 呀呀呀 好 诶 After that 再来我要说就是 这一个 Tavion 跟Minosia 我们的勇者兄弟啊 也是去年的LL 讲真的 他的BGM 应该没什么好说 那个底子的引一出来 哇 赞 我说他的主动机最赞的点啊 就是他的这个 BGM啦 我们一开主动机 这一个 一开主动机 要的就是他的BGM 超级无敌的赞 嗯 至于他的那个 主动机上面的画面啊 我已经有一点忘记掉到底是什么了 可是 他的这个BGM 一直在我的脑 一直会有那个旋律的响起 很爽很爽 这个这个 不知道怎么去说哈 这个算是我个人还蛮偏爱别的一手啦 嗯 然后 再来的话 剩下两位误犯啊 老实说 这一张误犯啊 有一点可惜 他的BGM 会偶尔被忽略掉 总共说 就因为他的那个 讲讲 主动机的画面啊 没有任何的软度啦 就很普通 爆去 然后 力量提升这样子 然后就 就瞬间移动 没有特别特别东西 就只是一些些的对话吧 嗯 没有什么打斗吧 或者就是 很经典 经典到爆的那种 画面感给我们 但是 他的主动机的 这个BGM下来的时候 真的是很爽 诶 相当的棒 嗯 这个是 树木饭青年期 神剑饭啊 然后变成 Ultimate都够喊 不错 诶 那么最后的话 这边 因为这边是只有七张啦 讲太多的话 要放 蛮久的 哈哈哈 诶 这一个 我们的树木饭 诶 这个树木饭 嘿 他的这个BGM 主要就是 跟他的 主动机的画面 吼 很协调啊 就像刚才的 超市狗鸡大的 主动机这样子 树木饭的爆气啊 含声啊 全部一起上来 大家应该 找到这个营业一出来 可能我们是 很少有机会 让我们的这个 乌饭觉醒 超恶嘛 可是就 那个BGM 一下来 大概你们 自己就可能会 幻听到那个 喊声了 哈哈 就是有这样子的感觉啊 嗯 主要就是 整个画面 配合他的这个 主动机 哇 感觉是不是很棒 哈哈哈 呀呀呀呀 然后 这边其实就 这七张嘛 然后其实还有一张啦 今年 今年的 免费卡的 BGM 我个人 已经是 从 一直讲讲 replayreplayreplay 无限行团的 ROOP 听很多次啦 还没有特别给他放进来 诶 到 这张 天上 哇 这一个 超级好听 而且大家 在 我偶尔就是 自己放BGM的影片上面 其实应该会蛮常听到 天上的这个 夜情 嗯 还有就是小鸟悟空的夜情 小鸟悟空那个 好听是好听啦 可是就 可能在做 当作作业用的时候 可以拿来听听 还不错 不过天上这一个的话 我不知道多么 就是 你要软有的软 你要 你要 relax也是可以 嗯 这一张真的是很不错 就 有点跟 我觉得他这一张啦 是可以跟 那个悟空笔克啦 在我心目中的低位 到目前为止 目前为止 因为 第一印象 我一定是悟空笔克 然后第二印象 可能就是 天天饭的 然后这几首 剩下的这一些啦 就是好听 我也是有印象 只不过就是 这两张目前就是 我自己方面 最 最特别的 你要想要听什么的时候 可能就会把他们两个找出来 或者就是要拿来做配音的时候 就是会把他们拿出来 实际上这个悟空笔克 因为他的BGM 有一点 过软 所以不太适合我们这种 讲话 讲话用的时候 拿来做配景音 如果拿来放在战斗用 做影片剪辑的时候 还蛮爽的 像去年 应该说 今年2022年年头 我有剪了一个去年的 大合集 用的就是这个 悟空笔克的这个BGM 我觉得还蛮带感的 配合度很不错 嗯 这些全部都是角色方面的BGM嘛 然后在游戏 看Battle里面 除了这个游戏的 这个角色的BGM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的BGM 就是可能特定 时节出来的 像7周年 7周年的那个 BGM 也是还蛮不错 相当的轻松 诶 这个可能不懂 有没有机会回归回来 这个这些BGM 还蛮不错的 还蛮不错的 还有就是去年 2021年的愚人节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没有 因为那时候是要推 所以一路从愚人节 推推推推 推他的活动到 气息的Gogita 就有出了那个 怎么说 那个Dead 什么 Docant of the Dead 那个BGM 哦 那个很棒 就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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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现在在停着的就是啦 嗯 等一下啊 给我找一下我 突然间 诶 诶 那张免费卡 免费卡 Docco 啊对 就是这一边 不知道大家还有印象没有 诶 有一点像是在打宝灵球这样子 打怪的这个乌饭 诶 就是那个时期的这个 这个音乐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放着就是 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感觉就是这样 你可能 不要一次再停啦 偶尔一半次拿出来停 诶 感觉还蛮蛮有趣的 相当有趣 嗯 还不错 蛮不错的 然后最后再跟大家介绍一首 我觉得很不错的啦 诶 诶 邪恶龙片的时期 不论 我没记错的话 这个应该是 20 不论是不是2019年出来的 可是我第一 因为我是 2019年第一次接触到邪恶龙 这个片长 因为那时候刚刚好 诶 四周年的时候 就那个神龙出来 嗯 这一个BGM 就 邪恶龙 那个邪恶神 邪恶龙的那个神龙出来的时候 的那个BGM 哇 这个就蛮特别的 很好听 很好听 然后这些BGM 因为全部都是从 诶 在那个 Doken World他们旧 旧频道那边 大家都可以看 都可以听得到 我会把他的那个 Pairlist 放在置顶留言 大家可以自己去找自己喜欢的来听 虽然说我们在YouTube上面 什么其他方面 都可以听得到这些BGM 只不过如果是在游戏内 我们打关卡的时候 能够听到 其实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那个方式 当然对于有些朋友 可能就是直接把音效啊 声音啊 全部关到完的 那个就没什么太大影响了 可是对于就 平时就蛮喜欢这些音乐来听的话 一边打游戏 然后一边另外再开着BGM来听 这次可能直接全全用游戏内的就OK啦 嗯 也是不错啦 而且按照刚才我们所看到的话啦 他的画面上 这一部分 是在组队这一边 是在组队的这一边 也就是说这个位置啦 他会新增一个BGM 可能每一个队伍到时候 他就会给一个自定音乐 也说不定 这个就等 16号正式的更新出来 我们再来看看怎么样子啦 嗯 好啦 就稍微跟大家聊一聊啦 自己喜欢的BGM 跟一些特殊的BGM 给大家知道一下 因为这一些在游戏内 基本上是 没有听到的 或者去年的游人节 没有经历过的朋友 因为后来才加入的朋友 也没有听过那个Docker of the Dead的那个音乐 蛮特别的 那个是蛮特别的 然后就更之前 现在正在放着的这个邪恶龙 我也是还蛮喜欢 就是静静的 如果是在晚上听 我觉得还蛮不错 诶 ok啦 就是这么个样子啦 那么大家自己又喜欢 什么角色的BGM也好啊 或者就是过场的BGM 有没有自己喜欢的 也可以留言一下 好啦 那么这一次的影片 也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じゃあ また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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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